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拌一个式的鱼蛋 牛柏叶串 沾上浓浓的酱汁 吃起来简直是太幸福了 儿时的美食总是让人念念不忘 时常就想吃这个口味 所以说我们就在家学着做吧 我们看一下所需要的食材 我们需要各式的鱼丸 还有牛柏叶 然后配料我们需要葱头 还有蒜 油 以及姜片 我们将这些葱头给它切成丝 然后蒜头我们就切碎了 把姜切成片就可以了 放在一旁备用 这咖喱酱的材料我们就需要这个印度的咖喱粉 还有黄姜粉 沙茶酱 以及猪猴酱和辣的豆瓣酱 我们将这个咖喱酱以及各种材料放在这个碗中 就把它搅拌均匀 如果说你觉得太干的话呢 我们就放点油 来给它混合均匀 调味料我们需要这个绍兴酒啊 青鸡汤 蚝油 生抽 老抽 糖 还有生粉水 好 我们将这个各式的这个鱼丸 我们就把它洗干净 用这一小竹签呢 都给它穿好 一个上面大概穿个四五粒吧 我们就给它每一样鱼丸给它穿上一串哈 这样你吃这一串各种口味了 然后牛板叶呢 我们把它洗干净 给它切成一成二寸的这样的小方块 像这牛板叶都给它切一下 切成这样的一块一块就可以了 切好了以后啊 我们也是用竹签的头尾给它穿好 来 我用这个竹签穿一下 就这样一卷一穿就可以了 牛板叶非常的Q它好吃 很多人喜欢吃 我们涮火锅的时候呢 我也爱吃这个 好 食材准备好了 我们这时候啊 我们就取一个大锅 放上一半的水 给它加上姜片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烧开 那我们在炉灶另一边呢 我们再起个锅烧个油哈 给它加上四五汤匙的油 给它烧热了 用大火给它烧热 烧热以后我们把这红葱头啊 放进去给它炒一下 炒的时候我们转成小火就可以了 30秒以后转到中火哈 继续给它炒 炒大概四分钟吧 火候呢 你根据自己哈 你来调一下 不要炒糊就可以了 好 我们继续翻炒翻炒 好 我们看大概有一半的这个葱头 我们就已经炒到金黄色了 然后我们转中小火呢 把这个蒜末加进去 这时候呢 香味也出来了 我们就加入这个咖喱酱 再用中小火呢把它炒香 好 继续炒 咖喱酱倒进去以后呢 我们这个火呀不要太大啊 否则呢你炒焦了 糊了就不好了 中小火炒就行了 炒个一两分钟 好 不断的翻炒哈 让它这个酱汁和葱头 这香味全部都散发出来 好 炒了大概一分半钟吧 你看我们这咖喱酱的味已经出来 很香 我们这咖喱酱香味出来以后呢 我们炒的时候就把鸡汤给它加进去 然后转成大火 烧开以后呢 我们加入点烧青酒 再转成这个中小火 然后加入蚝油 然后呢我们再加点生抽 再次给它烧开 这样煮一会儿 不断的拿这个铲子啊 这样的铲一下 不要让它糊冷 然后我们加入一点老抽呢 给它调色 老抽一放进去以后 颜色就变成了这个酱料的颜色 好 加点糖 这时候你可以试试味儿哈 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看看够不够浓郁 好 我们把这个生粉水呢 调好的生粉水 给它加进去 加进去以后你看这个糊 这个酱汁就变得浓稠了 好 把它烧开了以后 完工就可以关火备用咯 那我们内面这个锅里的水已经开了 开了的时候呢 我们就加入鱼丸 这鱼丸呢 把这个水啊 让它微微的烧开 就可以取出来了 好了 烧开了 我们就把它取出来备用 放在一边晾一下 烧开以后我们再加入点酒 料酒吧 然后我们把牛百叶放进去 我们加料酒是因为去腥嘛 牛百叶有时候会很腥 然后把盖盖上 煮个一分半钟吧 就可以取出来了 煮的时间太久不行 它就老了 好了 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鱼丸呢 和百叶都放到盘子里面 把它淋上酱汁 就好了哦 美味的街边咖喱 酱杂鱼丸和牛百叶 就新鲜出炉了 味道鲜美 而且呢 有葱头和蒜的香味 又有咖喱的浓郁和辛辣 这绝对是喜欢吃辣的 小伙伴们的首选和最爱哦 咖喱酱料呢 又鲜甜美味 简直超赞 看得我呀 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吃了 好了 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了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